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早 我们接下来由我们瑞昂资讯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们相关的ESG的方案 简单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瑞昂资讯 瑞昂资讯到目前为止 我们大约是将近35年 我们算是非常专注于软体的开发 所以我们重视软体工程 比如说我们通过CMMI 而且还有通过27001的认证 其实我们一直都很积极的 在耕耘有关于我们企业内部的 知识工作者相关的一些文件流 以及相关活动的一些整合 我们非常重视资讯安全 所以我们自己本身有代理 资讯安全相关工具 然后我们瑞昂资讯其实还有一个研发中心 然后它专门就是专注 市面上有没有什么新的技术可以引进 然后所以呢 其实像我们相关的一个系统服务 其实都有纳入 比如说像AI 或者是说我们像近期 大家可能比如说在EOS上面 如何设计 可以让客户可以获得更大的效益 那我们其实在各个领域 像画面上有显示 比如说我们在公文 然后比如说在人资系统 知识管理系统 其实我们在各领域 其实都有获得不错的一个成果 然后而且我们把它上云 那因为呢 那个上云端后 其实大家都知道嘛 可以获得一些比如说节能的一个好处 五指化啊 那如何让我们的客户可以立即获得效益 那其实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议题很广 然后呢 所以算是讲的有点快 让大家可以很快可以认识一下瑞昂资讯 然后呢 那有关我们今天呢 我们就先从Google的永续经营报告 好 这个2002年的一个报告开始说起 那这个报告其实对全球 16个国家的高阶主管 有做了一个那个问卷 那结果我发现啊 结果高达那个 那个 那个 79%的 台湾的企业 其实它这个主要的重点是平均 我们的台湾的那个 受访者 平均的重视程度 是高于全球的 然后所以呢 不管是在ESG的议题 然后像第三项 比如说像有关于改善商业模式啊 第四项比如说在招募人才等等 其实国内是特别比国外更重视的 那应该当然国内是比较以出口导向 所以我们会觉得说 如何让企业转型 一直都是大家很非常的重视 那一般我们在讲ESG 如果我们把它稍微再拆解一下 然后把它变成由那个 内部跟外部 然后呢 那我们今天来搭配一个议题 就是 像知识管理 通常也是企业内部 会觉得说 我如何永续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那像其实像去年 那个 我们的工商时报 它有做一个统计 它说我们这些上市规公司啊 大约有七成 的那个上市规公司 还有点属于家庭企业 然后呢 那我们把它看 如果是再扩大来看 中小企业 国内大概有九成五 那这些企业呢 大概是从民国七十年 因为我们经济起飞的时候啊 大家开始那个 开始活络的成长 可是经过这三四十年来 是不是已经开始达到 有点 那个 人员的 比如说 那个 要传承 二代接班的议题 那我刚刚其实在那个 在外面的休息区 刚刚有跟来宾稍微聊了一下 其实还蛮多的一个研发单位 也很认同说 我内部的研发 如何把它经验能够留存 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那第二个部分 我们待会另外再聊到的 就是有关于智慧技能 它最近BUT这个议题 我想大家所有的来宾 应该多少都有听到 就是都有了解说 其实市面上很重视这个议题 其实这个议题是多少可以增加同仁 对于科技 大家的温度 是不是可以帮助同仁 可以解决一些事情 所以待会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怎么来帮助我们的内部 然后最后我们再提到 那有关于Nate Zero 那瑞昂资讯的一个方案 好 那所以我们就 那我们就根据这三个主题 我们就首先从知识管理 好 然后呢 知识管理这个议题 像那个一般来讲 我们可能会觉得说 那我们是不是把我们的一个经验 能够做一个有效的一个整理留存 好 让后续的同仁可以继续来引用 好 那可是呢 我们现在其实加入一个AI的议题之后 我们觉得它应该还是可以 可以再经过一些活化 好 怎样让这些知识可以很有效的 好 很简单就可以放置 可是我可以获得比较大的成果 好 那我们常说 知识管理其实在国内应该已经推动了 十几快二十年 好 这个题目 然后呢 那传统早期 我们在讲知识管理的时候 大家可能会有点忽略一件事情 好 当初大家在想的时候都说 我是不是建立一个平台 好 然后呢 那我有人 好 那应用这个系统是不是就达到 好 所以当时应该是蛮多 那个各位企业可能有 都有想过这个议题 好 然后呢 那可是这样子的应用情况下 会有点 好像效果没有那么好 好 原因是因为很多的东西都很平躺 就躺在那边 就不见得有效益 好 那所以后来大家才提到说 欸 啊 少了一件事情 就是人跟人的互动 好 所以是不是那时候大家就开始提到web 2.0 好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像facebook一样啊 我可以mention别人 好 或跟人家互动 好 是不是可以获得效益 好 所以这是比较像第二代的kn 然后第三代的时候呢 大家可能想到 欸 对啊 现在AI这么热门 演算法或者是我们的CPU的处理能力都越来越强 电脑应该可以帮助我们 好 然后呢 因为系统啊 它既然 我们讲知识管理 它一定要能够做到比如说全文检索 好 或者说 那它是不是内容 电脑其实都已经读到了 好 它都知道你 欸 我们企业的每一份不管是SOP 或者是一些成果 每一份文件的里面的每一个字 其实电脑都知道 所以它应该是可以做上一些帮 可以做上一些协助 好 那所以呢 我们就利用这样子一个特性 也把它发挥在我们系统平台里 好 比如说当我们在看到一份重要资料的时候 它可以根据这个内容 不管里面提到的客户名称 或者是销售单号啊 或者是里面的一个料号等等 它是不是可以做到主动的推荐 好 然后呢 那自动让我们可以提供一个参考 好 然后呢 另外 AI 我们也把它应用在另外一个环节 就是那个OCR 好 因为其实蛮多客户 也还是手上还是会有那种 不管是工艺商提供的资料 合约 可能也是纸本 或者是我们各种扫描的文件 好 那大家都知道这种扫描的资料啊 常有一个问题就是 里面可能有杂讯 好 杂讯可能包含比如说用印啊 或者是折液等等 好 然后呢 所以我们应用AI技术也用在这里 好 我们就想说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做钱处理 好 让这些杂讯呢 变成比较不会干扰到 它的辨识的一个行为 好 所以到时候也让这些纸本质要变成可以查询 好 好 然后呢 那我们再另外再提到一个 就是人与人的互动 好 各位可以仔细想一下 好 像那个Facebook 其实各位如果打开的时候 你会发现 怎么好像有些人的文章 永远摆在比较前面 好 其实原因是因为 它有分析各位的行为 它发现说 欸 你常常在看 某一类的资料 尤其在做企业 有些是跨场区的 欸 我跨场区之间 可能大家彼此不认识 可是大家都做相同的业务 好 所以你们老是看相同的东西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主动的推荐 好 所以其实我们有把这样的这个 那个效果把它应用上来 好 像我们其他的一个 那个客户的一个应用 像譬如说 像这个是个纺织厂 然后他也是觉得说 那我是不是可以善用咨询科技 来帮助我们 好 然后像我们一开始 像有一个 我们有一个功能叫做 一文多分的分类 然后呢 其实他除了可以用手动来分类 或者是定规则 然后结果呢 你把资料呢 放久了 电脑也可以学习你的一个做法 好 所以以后他就根据你呢 你 这样子放的一个逻辑 以后他也自动这样来做 来存放 所以他比较算是第三阶段 所以最后放R3的时候 是由电脑 根据以前的一个分法的一个经验 来自动也再来做推荐 所以他可以提升一个效能 然后以这一个厂的 他们的一个跟我们的分享 他是说 像以前的知识 可能他们有可能SOP 可能要印出来 厚厚的一本 然后假设这个机器的操作呢 临时有个状况 说不定要打开那个纸本 或者是去哪里找这个文件 然后呢 有了这个知识库以后呢 他就干脆 把重要的机台啊 贴上QR Code 所以呢 我需要操作的人员 是不是就可以用手机一拍 或者他们的装机一拍 马上就可以了解内容 好 然后呢 我们有做到就是说 那重要的档案内容啊 有提供一个线上检视 就是同仁不可以把档案下载下来 他在看的时候 只能在装置上 而且是压上浮血印 比如说 现在看的人的时间啊 地点啊 人名 好 那这个是另外一个案例 这个是 那个台船的董事长 做那个天下杂志的一个专访 那当然他们在做KM的话 也是从比较传统 就是说 我从师徒制 跨场区啊 怎样来做一个专家 可是呢 他们想要再解决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SOP 大家知道 如果那个SOP 像ISO我们订的多的时候 有时候你不容易 立即理解说 那我这个动作怎么做 你可能要花不少时间去学习 然后所以呢 我们就使用这样一个 SOP的一个地图 假如同能有没有机会 是做到哪一步 系统在很精确告诉我们说 那这一步应该怎么进行 那我们可以把它做得比较好 比较简单 而这些那个 它引用的一个内容 其实当然就是从我们知识库里面 比较重要的那一些范本 来再做一个学习 所以这个时候它的那个 引进的速度可以比较快 而且有一个累积的一个成果 好 然后那当然啦 在那个整个知识库 如果活化 可能就有一些互动 所以我们就会提到 像小老鼠Mention 这是大家比较习惯的这种机制 变成也派得上用场 那我们在这种被Mention到的时候 表示可能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才会被提到 那我们就会使用 比如说像Email 甚至呢 我们再把它结合在Bud的机器人 来提醒你 这个我们刚好在顺势讲到 我们的第二个议题 就是有关于Buds 然后呢 其实Buds的应用 其实大家现在想很容易 像各餐厅服务 各位是不是手机 有时候有一些Line的厂商的 那个官方账号 不管你生活用品等等都有 然后呢 那我们这边提的是说 那我企业内的服务 是不是有可能是透过一个机器人 你跟他互动 不管是你请假的行为 或者是说你可能有一些查询 或者是说 甚至工作的场域 有可能都可以直接把它拍上用场 那所以我们会称这个就是 我可不可以让同仁 以前要习惯每一个资讯系统 你赶快花时间了解界面 可是呢 我可不可以让它变成 以后比较直觉 比如说 我有个你加入公司的这个机器人 那当然企业内不一定用Line 企业内有可能用自己企业内常用的 比如说Teams 或者是说企业的其他的一个机制 那大陆可能有用比如说微信等等 去做把它连结 然后呢 那于是同仁只要了解这个机器人的功能 就可以来做一个服务 然后呢 那所以像这样的这个服务就是说 以后我们的系统 就很像每一个人有个专属秘书 由这个秘书来提醒同仁说 比如说你还没打卡 或者说我要请假的时候 我对那个机器人问 或者是我有一些问题的时候 我也可以直接用我口语化的方式来提问 所以它应用到的层面就很广了 从刚刚一开始讲Mention提醒的开始 或者是我可以来做查询 或做比较复杂的应用 那像这个画面上是一个举例 像我们有客户 像这个有个银行 它就把它比如说人事相关的一个规范 全部都建在平台里 所以它的同仁其实可以直接用口语化的方式 就提问 所以呢 这时候系统其实可以根据我们已经拟定好的一个最佳解 告诉它说 其实有关于那个相关的一个资讯 那当然啦 一般这种生成式的一个方式 有可能它会提醒说 那你是不是也可以找其他的资料 那右手边这个也是很常见的应用 比如说公司同仁 我想要知道他怎么联系 或他现在在哪里 像比如说中间这个例子 就是先告诉他 我想要找这个人名 可是公司很多相同人名的人 所以这时候就说 那你要找哪一位 我点了 于是他才出现说 好 他的联络方式 下一步 那他现在在哪里 所以他再把它点下去 说这个人呢 现在是在这个会议室里 这个会议室里面还有谁 于是呢 还可以再继续把它点下去 哦 与会成员还有谁 跟他是在 现在是在一块的 所以 其实像这种就是很简单的应用 那我们把它讲在 那个 只要他的 我们系统的特性 主要就是希望说 我可不可以经由这样子一个Bud 的机器人 它是一个界面 好 然后呢 他前面他可以根据不同的频道 来做一个连结 好 像我刚才提到的Line 微信叮叮 然后呢 甚至我们一般讲Web的 就是Webchat 他其实也可以直接来做一个界面提供服务 那可是呢 他底层呢 我们是让他的那个流程 是可以视觉化的来设定 或者说我要跟哪些资料库来做连结 都是由那个界面来完成 好 然后像我们公司来讲 我们就常讲说 我们连那个拉脚本的人 都是那种不会 那个是我们一般的秘书 他们不见得会写程式 他们就可以自己来实现这样的一个成果 好 那所以像比较复杂的例子 像如果我们跟我们的工作上做连结 因为我们一般工作可能 比如说我们在领务 领料 那后面可能有个资料库 那我们就让他呢 变成 哎 我有个机器人 好 那我们的警卫呢 可能看到那个车子即将进来的时候 他的他就 手机就会警示 好 就是说哎 有车要进来了 好 那我要确保是不是这个人 好 传统上可能 哎 你进场可能要签名 好 哎 那我就彼此扫QR Code 好 然后于是大家扫完QR Code 就知道说 哦 确定就是这台车子 好 你这个这个没有错 好 而且你领完料之后呢 我可以继续用这个手机的方式 来确保两边的一个资讯是正确的 好 所以这样就很容易就达到 哎 又无子化 好 可是又可以很精确的确认 哎 每个程序是对的 好 然后呢 所以 所以像我们在刚刚BUT的一个方案 主要就是希望就是说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 让公司内各项的服务呢 都把它列上来 好 以后是不是就有机会一件事 告诉系统说 哎 我不管是请假的议题 好 或想要问问题 或者是我要查一些表单 或那个PO的资料 我以后可以用上面就可以来实现 好 那我们接下来再进行到第三个议题 就有关于NateZero 好 然后呢 那这个是那个金周刊 那个可能很多 在座的可能很多成员 可能有看过这份报导 这个是封面故事 新城工业 这是 这也是我们的客户啊 然后呢 那当初他在分享这个议题的时候 就说 哦 我们在那个 那个七天之内 收到那个欧洲厂 有那个 连续发了四封信 一直在告诉我们说 你们要赶快减碳 然后呢 那个如果不减碳的话 我们恐怕 得减少我们的下单的一个数量 然后呢 大家都知道 就是因为 国内是比较是外小导向嘛 那所以我们当然是希望就是说 我们必须要配合 那比如说像欧盟 他们的一些相关规定 好 那我们普遍有这样的议题 那当然呢 我们瑞洋资讯所提供的 这个内置EURO的方案 主要就是希望能够协助 我们那个 那个在场的一个 各客户 去完成 六四 那个一四零六四 一四零六七还有五万零一的一个 那个盘查的一个任务 好 然后呢 那所以我们其实系统里面 会有那个相关的一个系统机制 可以让各位来可以定义 比如说基准年度啊 排放鉴别 然后甚至 把可以一键 产出一个报告书 那我们再稍微看一下细节 好 那有关内置EURO的话 我们大约会把它细分成 再细分成两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 比较是数据管理 好 因为呢 因为我们知道 大部分的企业啊 在做那个碳排的一个盘查的时候 可能会找顾问公司 好 帮大家来做一个盘查 可是盘查的时候 顾问公司 比较习惯用的工具 有可能是e-sale 好 的方式 好 那e-sale的方式呢 可能大家想到一个议题 就是我们的重点 并不是完成当年度的盘查 好像就没事 我们的重点目标 应该是2050年的Net Zero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应该是每年度 还要稍微来回顾 看看哪些地方 还可以再持续的改善 好 让它可以达到一个成果 这时候 系统化就很重要 因为由系统 我们才看得出趋势 好 所以呢 我们的系统主要就是 可以提供就是 让我们这些 那个 那个 攀查来的资料 可以能够做一个 分析 整理 那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有关于认证 像我一般我们称这个 比较像是合规的应用 就是 各种ISO 它们可能有很多的 比如说条文规范 我们是不是可以透过 系统化的方式呢 来做一个 那个 协同把它完成 那所以 以我们刚刚讲的 数值行的管理的话 当然就是我们 系统就会达到 那个 即时分析 然后并且能够 可以监督 这些数值的 一个变化 然后变成 那并且能持续改善 这样才有机会 让我们那个 内Zero可以实现 然后呢 所以呢 我们的那个 排放清测啊 这些资料 其实是可以用 汇入的方式 好 那有些客户可能 有MES系统 然后也有可能 会做借鉴 当然它可以自动的 来做一个收集 好 那所以呢 我们的系统的 那个界面上 所以它可以根据 每个项目 好 然后呢 那所以来定 它的一个维度内容 好 然后呢 那我们重点当然就是 像公有系数的部分 好 我们系统会有内建 好 那当然各位 可能企业有使用到的 其他相关系数 也可以来做一个管理 好 好 于是这个系统就有办法 跟大家就做个分析 好 那另外呢 有关于相关的佐证 好 我们也可以做一个 审核的动作 好 那所以比如说 那个场区比较大的时候 好 我们有可能用这种方式 来确保每项数字的一个内容 好 然后最后 它就可以达到做一个 爆表的一个输出 好 然后 以及呢 了解我们的趋势分析 好 那当然趋势分析的部分 它可以根据不同的场区 好 或者是我们 可能指定某个设备 来看它的一个过程 好 然后呢 这是我们的一键产出报告的部分 因为我们已经针对这几个ISO的一个规范 有定好它的一个范本 好 所以到时候呢 我们只要根据相同的一个方式来建制之后 这些产出报告变成是很容易就实现 好 然后另外我们再提到另外一个就是有关于永续报告书 这种比较是认证的一个资料 那这个我们会建议可能可以采PDCA的模式 好 那这样的资讯其实在有关PTCA如何去完成认证 好 其实非常的有经验 好 所以呢 其实我们会提出来就是说 它应该跟日常的产出做一些结合 好 那我们为了达到这个认证 平常就先定好目标 就是说 我们比如说明年要完成 所以今年就是开始来分工 应该有谁负责哪些项目 所以他们可能会有一个dashboard 才可以知道说哪些议题还在进行 那当然一般我们在做这种ISO那个条文的一个对应的时候 通常会建议可能要上传一些佐证资料 然后所以他们进行方式有可能就是说 如果我只是单纯的使用这样子的合规应用的时候呢 我就针对这个议题来做一个佐证 可是呢 如果我跟知识库做结合 我可以把我平常知识库的产出呢 可以应用在不同的 我们的那个合规上面 比如说不同的ISO它可能有相同的 都可以拿来做佐证的时候 又可以更方便 而且可以让资料呢 可以一余多吃 好 然后呢 那于是啦 我们最后一集一样 可以根据ISO的一个规范 然后拿来产出 相对应的一个认证的一个成果报告 好 那接下来呢 有关于那个我们的灵探的一个应用 那我们接下来 我们再请我们的苏经理 再往下 再帮忙再做一些细部的一个剖析 大家好 我今天要讲的东西是Dynatrace 那Dynatrace在做什么 很简单 它就是做效能的监控 那各位可以想像 为什么我做效能监控 跟我的那个ESG有什么关系 跟我碳排有什么关系 好 我先跟各位分享一下 其实 应该是大家也都知道 现在各个企业 或各个领域的 的企业 他们其实大部分都会想要把 系统上云 因为其实现在政府也慢慢开放了 那上云有了什么好处 其实很简单 我就是可以 可以 撇除一些风险 把这些风险放到云上面 好 那可是 上云有好处 但是当然也有一些 看不到的问题 那我今天要讲的东西 可能是比较看不到的东西 对 因为我们公司也是主要是做 做软体的嘛 好 那第一个 我上云的话我会发生什么事情 好 一切 你们现在可能有一些系统啊 我可能会用到云的服务 那可能有类似像是container 或者是 像这种容器啊 微服务这种 这种 这种系统 那这种系统 其实老实说就是越来越复杂嘛 因为我切的那个服务越来越细 那可是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会想要知道这件事情 第二个就是 还有还有什么问题 第二个就是 就是我们的那个数据的数量啊 因为我切尾服务 所以我在收集这些数据的时候 嗯 不再 不再是只有一个系统 或一个工具 我就可以收集这么大量的数据了 会越来越复杂 OK 那 其实你们可以看一下 右边的那一个示意图啦 你们可以把想象 上面每一个白色的节点 都是我一个一个的数据的量 所以其实我的系统越来越复杂 那再加上我的 我的那个变革也越来越快速的时候 其实你们的数据真的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大 那我要怎么去做一个数据的收拢 或是数据的分析 这么大量的数据里面 有没有是我可以有效把它取出来使用的 OK 好 第四个问题 我们的应用也越来越复杂 越来越多 越来越重要 所以 各位先进应该也有听过 敏捷式开发啊 或是我有A9啊 类似像这样子的 的议题嘛 所以其实 越来越重要的环境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收集这些资料 OK 我能不能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式 就帮我把这些数据收集起来 做一个很有效的应用 好 那当然各位先进应该也都知道 公司越做越大 可是人力资源越来越少 就是一个人要扛的事情越来越多 好 所以我们资源仍然是有限的 所以 不会像是像这样子啦 资料越来越多 可是人越来越多 人其实是越来越少的 OK 好 那这个图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我觉得这个图还蛮有意思的 就是 当然就是 就是越年轻的人可能不太看得懂 最左边那个是什么东西 好 这个大概就是一个世代的演变嘛 我们可能以前说 我希望我的那个平板 或我手持的这个pad 能越来越多功能 能不能帮我照相 能不能打电话 能不能帮我做一些会议记录 或等等的 可是 你会发现我东凑西凑 最后凑出来一个这个四不像 然后甚至就是啊 我拿到一个很大的一个设备 那其实现在各位 我看大家应该都是用智慧型手机了 OK 所以 能不能有一个all-in-one的方式 我同时有了这么多的功能 但是我的设备只有一个小小的 一个这样 好 所以 我今天要跟大家带来就是这个 这个平台叫Dynatrace 那Dynatrace在做什么的 很简单 它就是做一个效能的监控 那效能监控不外乎有什么 因为刚刚有提到嘛 我上云 可是我的核心系统 可能还是放在在地啊 那我要怎么去把这些资料 去做一个收集 跟去做一个分析 去做一个统合 OK 这个就是Dynatrace的强项 那不好意思 因为我今天的时间大概只有10分钟左右 Dynatrace这个工具 我大概可以讲40分钟 因为它里面内容细节蛮多的 那我大概就是提一下它在做什么 我最主要就是我在收集效能数据的同时 举例来说 各位的系统可能放在某一个server上面 这个server一定有CPU 有memory 这些硬体资源 它们在运算的时候 会不会产生一些碳排 是会的喔 OK 那我在做这样子效能数据的时候 第一个 我可以去看你的效能是不是好的 你效能是不是有瓶颈点 这个是等一下确实的强项 那可是我能不能再把这些数据 提取出来做一些应用 举例来说 像 比如说像我刚刚举的例子 CPU 我可能80% 90%的时候 碳排多少 用多少千瓦小时 好 那我跟各位分享两个数据喔 第一个 96% 这个数字蛮高的 这个是从Amazon的数据来的 第一个 我能不能把我的工作负载放上云上面 其实是可以减少96%的碳排放 OK 这是一个统计的数据嘛 第二个 云伺服器 我已经放上云了 可是 根据调查 有70%的伺服器 它是闲置的 那这些闲置 第一个 会浪费大家的成本嘛 那第二个闲置 我可不可以拿来再做更多的应用 OK 好 所以 这个是Dynatrix的一个画面 它在做什么 第一个 最左上角的地方 我能不能去看到说 我用一个时间的区段去比较 过去我碳排多少 现在碳排多少 我收集的数据是什么 云端跟地端的所有Server 上面跑的应用服务 还有伺服器上面的CPU memory Disk network等等的 它们的碳排 它们的千瓦小时 OK 好 第二个 我的闲置的设备 有多少个 我能不能把这些闲置的设备 拿来做一些优化的使用 这也是我们数据在做收集的 好 再来 中间这个部分 它可以告诉 不好意思 那个字有点小 但是它大概就是告诉你说 我在云上面的一些Data Center 甚至我在地的Data Center OK 我的电源的消耗多少 再来就是我碳排多少公斤 这些数据都可以很容易的 从Dynatrix之边去取得 然后产置这样子的一个报表 那左下角就是 我秀一下中间这样子的一个趋势图 那右边呢 右下角这一个 其实我大概提一下 这在做什么 因为其实我们在做 我们在做 那个系统效能的监控啊 最常会被挑战一件事情就是 你的工具这么贵 那你能不能给我一些 你们的那个ROI 你的ROI是什么 是多少 可不可以给我这样子的数据 好 所以其实我们也做一件事情 你能不能跟你的业绩做挂钩 我去设定一些业绩的目标 跟我的碳排 分别是多少 诶 我减少多少可以赚多少钱 这样子的一个仪表板 这样子的一个报表 也是可以产置出来的 OK 好 所以我的部分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其实我们这 我这边的话就是 丹亚确实跟刚刚那个Charles的 我们这边瑞扬资讯的 代理的一个产品 好 那大概以上分享是这样子 谢谢